这无名跟妄想白话讲清楚的讲 就是那个我强烈的执着 就是一个我值的现象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变成 我在知我在觉我在感受 我都是我我我 于是累事累劫当中一直养成 这样我执着的习气 因为那个无名跟妄想没有被打破 而我值跟我他最不想要的 就是他的终结 于是他成天到晚就必须要一直的吃 吃吃 他吃尽任何的食物 为的是什么 就是为了要表示他的存在 所以最好最妙的食物就是包括 我们的念头 我们的感觉感受跟我们的情绪 这都是我值的食物 于是他越吃这个胃口越来越大 因为他不能够吃饱 一旦吃饱了就表示这个我跟我值呢就被打破了 这是我跟我值最不想要看到的 于是他只有一直不断的吃 去表明去认证他实实在在的存在 为什么我们一辈子从小到大一直所求原来背后有一股能量 这股能量就是所谓的无名跟妄想在那边作祟 所以一旦这股能量没有被觉醒 就会一直的编织故事 就会一直的吃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直的求 一直的求 从外在的事物的不满足 一直求到精神宗教信仰里头来 所以我们就需要观照来转化成为观照的波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